上回我们讲到 汉笑龙一听众孙龙的说话 就是知道 他想自己学习类不畏感 向田建许下些诺言 比如说 自己一定会支持他 代表秦国 希望齐皇能够立田建为太子 同时 只要是田建做太子 一于秦国以后 就和齐国可以结合什么盟约 永远都不侵犯齐国 诸如此类 但是 汉笑龙毕竟不是吕不怀意 要他作些抹大口 说大话的承诺 他是怎么说得出口呢 但是他望望众人期待的眼光 唉 无论自己说什么 都左右不了存在的历史 无论自己怎么努力 看来 最后齐国 都是要被秦国灭了 天下 还是要在秦始皇手上统一 为了自己 为了善由 没办法 大话都要说回几句了 于是 双眼一数 迎着众人期待的眼光之后就说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次汉某信老例齐国 正是想跟贵国修好 眼向听到 美国的关门 看江将军的说 盈政应该是关注自己国内的事无居多 并不是想去外国用兵 但是似乎这几年实情又不是这样 自从营正回到秦国之后 先灭宫州 接着又攻占了韩国的大片土地 现在又接连宫取赵国的太原等等的新郡 宫取魏国三十七座城 这些事实和上将军讲的似乎有点不对 汉少龙刚才这么说的时候 就正要引他讲这番话 一听他这么说 就马上充容不逼地说 是谁大力主张灭了宫州 大家都心中有数了 而且你刚才讲的土地 都是梦傲一手夺了回来的 但是梦傲又怎么能够独揽军权呢 不用汉某说话说得出演 大家知道原因了 田建的听这番话当堂面色都变了 各位 这一刻呢 汉少龙正是以其人之度还至其人之身 雷伯偉一向 其实对着其他国家 空口讲百话的时候多 但是呢 真正用心的兼并土地 这个也是事实 不过 讲到对外国土地的野心 其实小盘这个秦始皇 比雷伯偉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但是这个时候他年纪尚有 很多的决策 都还是要经过姬太后和雷伯偉的 雷伯偉在对外的形象之中 更加呢 是比其他国家认为 他好像才是真正的秦国的当权者 这样 不过这位权倾朝野的涉政大臣 似乎和刑政又不是那么对 万一刑政真正登基之后 正式掌揽大权 雷伯偉能不能够继续 好像现在这样 权力这么大 可以说了事呢 就未必的 所以刑政一系的人马 也都是其他国家争相 要争夺讨好的对象来的 本来呢 那个硬向就指出 说刑政回到秦国之后 接连攻占其他国家的土地 这样的苦狼之君 我们怎样可以和他修好啊 怎样被韩少龙 你这话说话一讲出来 将侵略其他国家的责任 含冷地推卸在雷伯偉这个 有涉政之名 而无负政之实的重负身上 那其他人怎么知道秦国的内情啊 听到韩少龙这么说 又印证一下他的形势 似乎他说得真是很有道理啊 其实近这几年来军事行动 尤其是攻占魏国和赵国的大片土地 都是小盆自己的亲自策略的 不过外人而知 反而这个大夫眼向真的很好骗的 一听汉少龙这么说 立刻点头了 上将军看来都是你说得对 田丹丹就淋老糊涂了 都看不出雷伯偉这个人真是反口腹蝕的 是个苦狼之心的人来的 二王子 你应该知道要怎么选啊 他这样一说 众孙龙都当堂高兴了 即是说连大夫眼向都赞成田建投向汉少龙这边啊 田建反而感到很尴尬 干咳嗽一声就说 跟上将军谈了一直说 田建真的茅塞尽开 那等上将军和曹公比试完之后 田建再设宴和上将军唱罪一番 七讲完这句话就大家没什么好说 因为看来田建都仍是很稳定 这样就是摆明真正交心 都是等汉少龙和曹秋道比武渊之后 如果万一在比武过程之中 汉少龙写曹秋道剑下 那什么都不用说了 等眼向和田建一走 仲孙袁说自己单独留下 介绍了派来的那帮武士之中 有个总领的头目就叫姚省 他就说 这个姚省在林芝土生土长的人 上将军有什么事 即使吩咐他做 绝对不用再经我们出主意了 然后就吩咐姚省 一定要听汉少龙的说话 这样才走了 汉少龙仔细看一下这个姚省 你一个人三十多岁的年纪 我雙眼很精灵 神情非常沉稳冷静 他心里动 姚兄 你帮我多些监视韩厂和郭开这两方人下的动静 但千万不要对对方发觉 是 叫我姚省就行了 上将军真是折杀小人 这些小事 上将军吩咐就行了 我马上去做 接着领命而去 过了一阵 汉少龙还想休息一下 谁知道韩厂又来找他了 汉少龙一听说韩厂来找自己 他心想这个这么没仪器的臭小子 找我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事的 哼 但是 他不来又不行 好 日于人拿过去就行 于是 即时就出前厅见他 韩厂一见到汉少龙很高兴了 哎呀少龙 哎呀 见到你真是好了 汉少龙见到他面上 一些惭愧的神色都没有 啊 这个臭小子啊 害了我 啊 还可以禁定条 忍着道气直冲上来 你这个臭小子的话 枉我当你的朋友 你居然还有面来见我 韩厂当堂面试一变 啊 你 究竟一回什么事啊 前日龙阳军 哎呀 先找言语来试探我 今天你又毫不留情地责备我 我韩厂究竟做错了什么呢 汉少龙来到他面前 盯着他说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即下学功偷到这件事 只得你一个人知道 如果不是你通风报信 曹秋冲 怎么会收到风声 在那里等我送死啊 韩厂听听就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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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你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哎呀 我 我 这件事 怎么会关我事呢 你还记不记得 我还劝你 不要去呢 哎呀 怎么会这样的 杭少龙见到韩厂急成这样的样子 哎呀 你个臭小子 实在演技都挺好 的呗 本来呢 他是打定主意 要跟韩厂的位语虚蛇一番 然后以如我诈 你骗我 我骗你了 怎么知道一见到这个老朋友 尤其呢 自己几次三番 救他性命 真是真心地将他当成朋友 但是他就这样来出卖自己 当同是气往上涌 一跌到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难道你应该劝我去吗 不要说这件事了 为什么你几日频频过开核针 又威胁龙阳军要来对付我 啊 是不是龙阳军讲的 你一层你不用理 如果你敢动龙阳军半条红梦 我回到咸阳之后 马上将你精心策劃 找郑国 来说郑国渠的阴谋 揭穿 第二人 我就会亲自带兵 截到你韩国的老巢 原来这件事你都知道 那为什么你还要瞒着认证 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忠明 只有见着郑国渠 才可以将秦国的大军拖住 十年半年都无力东侵 我就不想我的朋友变成亡国之佬 才忍着不在这件事上打击雷不韦 但是我敢对你 你又怎样对我呢 一听起番说话 韩厂就当场整个崩溃 笑龙 真是对不住 我都是逼不得已 都不知是谁将我见到你的事情洩漏了出去 被郑海这个奸责软硬兼尸 哎呀一路要挟着不放过我 我已经尽力 暗示龙阳军要马上帮你离开林芝 小龙 你相信我一趟也好不好 我一直都拖延着郭开 今次我就想警告你 你要小心点 杭笑龙听过这么说 但是 他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再好像以前那样信任寒厂 因为他做起实在太厉害了 他叹了一口气说 那天透到之行泄露这件事 那你有什么解释 哎呀 如果我有向人泄露这件事 你要我呢 没命过明年金人 笑龙 你对我有大恩大德 我韩厂怎么没有良心 都不会做这么卑鄙无耻的事 杭笑龙听过这么说 真的没了他的苦 但是见他呢 说的时候 口水鼻涕都流了 心想 难道真的隔长有耳 被人偷听了他 这个时候 自己骂了一云 淡气早就过了 于是在韩厂旁边坐下说 堂堂男子汉 不要哭得像个女人那样好嘛 我这几天 天天都受着煎熬 那些痛苦 真是不足为爱人道 现在被你骂回一身 我的心反而舒服点 既然舒服了 那你走吧 我不想再跟你聊天 我静心想想 是 但是有件事 少龙 你千万要小心 国开已经勾结了吕不韦和田丹 准备不择手段 都要你翻不了咸阳 齐国说到底都是田丹的地图 你一不小心 就要命送忘全的了 汉小龙说 汉小龙说 只要不是朋友出卖我 我就有把握应付 你这件事 你最好不要插手 如果不是 又说会逼国开陷害的了 难道你们以为我汉小龙 真是这么好哭吗 国开你的衰弓 他真是厌命长 汉闯听他的这样的神态语气 不如他杜秋有口良气 现在我才真正领教到 少龙你的胸襟手段 不过你一日 你和曹秋道分出生死 吕不韦和国开 他们都不会对你点的 但如果你赢了这一仗 那形勢就不一样了 你回去告诉国开听 说我为了秦国劍首的语语 日于要接受曹秋道的挑战 你不是打算提早走吗 汉小龙小笑再不回答他 一路把他推出门外 揭开韩厂的假面具之后 汉小龙反而觉得心安理得 龙阳君说也没错 汉厂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对自己 还有几分真挚的感情 这个发言 使他感到很安慰 因为人性总是有光辉一面 这件事 总是令他觉得古墓 但是 是谁把他要偷把宝刀这件事 试入曹秋道的呢 唉 这一下 真是搞得自己都糊涂了 不过无论如何 现在除了善游和萧月潭之外 他怎么都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包括李源和龙阳君 说不定 他们会忽然间变心 又或者一直都骗自己 这种敌友难分的形势 自己还是第一次遇到的 汉厂一走 凤飞走进来问 哎呀 刚才我在外面 听到你和厂后 好像吵得很交关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没什么 现在雨过天晴了 对了 昨晚人家不是说过 想你来我的房间过夜的 我只是希望一直之远 也不是要和上将军 要什么名分责任 但是为什么你不来呢 难道我奉飞 担上将军一股 当然不是 唉 我是怕 和大小姐一晚之后 再亦难以置筆 那我们的逃亡大计 就要多了很多难以揣测的变化了 不要整天都说这件事好了 现在形势清楚分明 就算恨你入筆的人 都很难对你落手 你不喜欢人家的 你干脆就说白他好咯 唉 杭少龙的感觉 真是头都大小 牵着衣袖 向内院方面 一路走去 拆开话题说 淑貞他们不是在排练吗 没有你大小姐在旁边指点 怎行 哼 你这个人 最懂得就在紧要关头 左闪右臂的了 现在人家已经没有了情人了 说不定 我特意捐入你皮斗 看你的心 是不是真的铁打的 哈哈 大小姐不是说你自己已经心灰意难了吗 为什么现在又情热如火呢 都是你惹出来的咯 经常有意无意地挑逗人家 喜歡就抱抱抱,或者親個嘴子,或者語帶挑逗,鳳飛也是普通的女人,讓你這樣做,當然希望能得到你的愛寵。 韓少龍聽到當堂的心都很起上來,但他也知道,像鳳飛那樣的絕代油蜜,自己的點都不可以招惹,幸好一想起,他和韓傑曾經相戀,自己的心當堂意興索然。 這個時候,他已經過了,只是為了肉體的慾望,多與女人相好的年紀,凡事他都會想著感情和後果,壓下心頭的衝動之後就說, 好似現在我們的關係那麼多好,一旦有隻肌腐之親,那就另一回事,或者將來你會恨我無情呢。 哎,鳳飛嘆了一口氣,揪著眉頭想一會,終於笑了一笑,上將軍說得沒錯,如果你得到人家的身體之後,又不肯立鳳飛為籤。 雖然事先早就已經說好了,但是鳳飛的心,始終是難以釋疑的。 既然是這樣,你明白就最好了,不如我們只是抱抱抱抱,這樣可以嗎? 鳳飛聽到她說這一句,當堂一手推開她,狠狠地瞪著她一眼,然後笑一笑,然後轉身進回自己的房間。 鄉少龍真的很想跟進去,但是,始終是壓抑著這個強烈的衝動,掉頭而走。 那天的黃昏,當蕭月潭來到之後,鄉少龍就將今天韓廠來到的事情說出來。 蕭月潭聽到講完事情的經過,當堂面色大變。 哎呀,小龍,你錯啦,你錯啦! 啊! 鄉少龍覺得很奇怪,我什麼事做錯了? 你不應該揭穿鄭過群這件事,這樣說不定,會逼個韓寵,狠下決心來除虛你呀。 吳月潭,當時她真是真情流露的。 哎呀,人就是這樣的,一時衝動之下就會有真情流露,但是回去仔細再想一下,至少考慮到年責的利益,為了國家大事,什麼私人的感情都要擺在一邊。 現在,你說的話真是有道理,但幸好我不用靠他, 鄉少龍現在跟我有利益的關係,應該比較可靠吧? 這只是我這次來找你的原因,你記不記得鄉少何忌啊? 他告訴我,韓廠今天帶了雷不偉去拜會鄉少龍憲子,他們談了什麼呢,他就不知道。 什麼? 呂不偉不應該跟田丹結合在一起嗎? 為什麼?他居然去拜會,鄉少龍來抽我後腳,這樣他不怕田丹不滿嗎? 小龍你還不認得呂不偉去為人嗎? 牠已經知道田丹年多大,不是以前的田丹,加上宮高振主, 早就被齊國的皇室動記猜疑 現在是齊相亡 為什麼要廢這個大仔太子之為呢 就是因為這個田生和田丹走得太近 呂不惠一向行事不擇手段 什麼事都做出來 他一見到田建現在的希望更大 田丹的地位又不是那麼穩陣 他這次當然會轉體來勾結重孫良的 杭少龍走走眉頭說 重孫龍這個人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不過現在在他的眼中 我的利用價值比雷的位大得多 他應該不會變身吧 你不要太以小雷不惠 他如果沒有把握的 都會貿易去找重孫良 你只是看看重孫龍會不會主動將雷不惠 來見過他的這件事告訴你 這樣就知道他們是不是還以重你了 啊 杭少龍心想 雷不惠究竟手上有什麼王牌 可以打動到重孫龍靠向自己呢 哎呀 突然間他蛇的人一震 想起小盤這個身份危機 如果雷不惠向重孫龍父子透露這件事 說不定重孫龍兩父子真的會倒向雷不惠那方 最大的問題是 韓傑的身份相當曖昧 有他從中穿針引銜 那很難會說 會不會出現另一番局面的 如果自己和雷不惠兩人互相之間的利用價值差不多 那重孫龍真的很可能會靠向雷不惠的 因為說到底齊仁和其他東方五國都是同一個心態 當過河少龍這個打得仗的人是頭號大敵 就像當年的白喜令他們慘痛難忘 而且那個河少龍現在真的可能是另一個白喜 誰不想著馬上把他脫去呢 再加上 而且重孫龍想著靠向自己 就一定要放棄對鳳飛的企圖 但是 萬一是靠向雷不惠呢 那又不存在這件事了 如果他萬一以為自己是隻子老虎 被雷不惠一推就想 甚至連小盤這個刑證也想了 那他肯定 這個只講求利益關係的吸血鬼 就會張心一橫 不知道做出什麼事想來 然後最後就可以搶回鳳飛了嘛 如果這樣一來 哎呀 那自己還可以相信誰呢 如果他只是單身一人 這樣就容易辦了 現在馬上走就行了 問題是 自己怎麼能夠扔下鳳飛 又和董淑貞他們那些個技呢 蕭月潭細細聲說 你兩人我們好好想想 看看有什麼辦法 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等你先撩走 康笑龍聽到 連這個足智多謀的人都一籌莫展 可見形勢是多麼惡劣呢 看來唯一的辦法 真的就是自己一個人先撩走 然後再找霞子元去保護鳳飛 但是 自己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真的走得掉 而霞子元又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保護到鳳飛 還有整個歌舞團呢 當晚 仲宣元華真的來找他了 聽了兩句閒仔之後 仲宣元華突然問漢少龍 元華有一件事不是很明明的 自從貴國儲君在寒丹回到咸陽之後 其實有很多人傳言 說他其實是呂不惠的師生子 那麼貴國的很多公卿大臣呢 都應該聽過這件事的 你為什麼還願意這麼擁護他呢 河少龍一聽這句話 當同的心就叫弊了 嗯 仲宣元華怎麼敢問呢 肯定是呂不惠 已經把握到他和小盆的致命弱點 而且呢 也都有可能 他用軟硬劍師的手段 將撫養真凝症的那對夫婦請回咸陽 作為要脅小盆的人精 哎呀 現在仲宣元華也來探口風 這樣點答他就好呢 各位 若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了 請問為了 ��合唱 請問為了 興焦 請問等了 請問P yapıl了 情い雙方 請問為了